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表现不尽理想而提早下课 经过重复考验的星光六强 为了争取进入总决赛的资格 无顾努力练习 希望能拿出最佳表现 而任文人老师在音乐课中 也给同学许多歌唱技巧的指导及建议 最后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它的音量太小 这个东西在现场唱你的时候 你的动态跟你的频率 是没有办法把握住的 我是依依来自北方的 走在一步一跨一跨 星姐很好相反 星姐的力量非常够 可是她相对的 她的信念就很有机 因为她只能大声或小声 原来你 什么都不想要 我声音都有一点可以 她唱得蛮细的 对 可能是歌不较多 所以说唱起来也比较多 那这些无关系我觉得蛮自然的 那缺点就是 我觉得她唱歌的气量不够 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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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同学都有一些缺点需要克服 但老师也很肯定同学的歌唱实力哦 你们都还蛮能唱 真的 这个 这个 星光大会最让我压抑的就是 大家的程度跟水准 居然是 几乎是已经是职业 甚至于我们自己私底下的老师 也都是用很职业的 标准来看一下 我们这一群 你们还觉得自己是业余的群手 我不建议你们太业余了 因为你们都已经卖了专业了 星光六强的歌声虽然得到老师的肯定 但本周同学们将面临天堂嗨歌与地狱飞歌的考验 而今天流济区只有一个座位 究竟谁会在这最后关卡离开舞台 而无缘进入总决赛呢 有东南卫视的观众朋友晚安 欢迎你再次准时收看我们的拉方星光大会 今天呢我们的这个题目非常非常特别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同学坐的这个座位席上面呢 哇有一王配上这个舞后啦 那请问一下这一王man哥的心情此刻如何 有没有觉得很开心 周围都是女孩子 其实感觉还是蛮不错的 开心哦 但是要小心哦 这些女孩子都是啊不是弱者哦 好不好 来势汹汹 因为今天呢仍然有一位同学要提早下课 那我们有两轮的这个歌曲表现 分别是天堂歌曲和地狱歌曲 那这个天堂跟地狱由谁来决定呢 除了是我们这个评审老师的专业给分之外 我们现场来了六对情侣 他们手上都有牌子哦 也就是说这首歌天堂歌到底有让他们高兴吗 如果他们真的高兴就会给你一个笑脸 你最多可以拿到12个笑脸 因为有六对情侣 那么在地狱歌曲当中 如果你真的是唱得他们柔长寸断的话 你会得到他们的哭脸对不对 是不是有哭脸 啊就在背面啦 那哭脸越多表示你也越成功 那今天这六对情侣为了证明 他们不是临时发来的演员 也不是model经纪公司将来要登场的艺人 六对请面对自己的男女朋友开始喇唧 来 证明这绝对不是演员 我们请这个里面这个小熊跟兔兔在哪里 好两位来轻轻的吻一下在嘴巴上 啊这真的这真的真的 好接下来后面的这个Josia跟这个Sina 哎呦不错不错 中间的鬼束跟结衣 来来 都有一点僵硬啊 来品品跟Linga来一下 这个蛮自然的 好最后是这个小胖跟章语 小胖你还伸舌头啊 另外一对情侣我们介绍的是黄书群跟许常德 书群老师怎么会这么主动啊你 好接下来欢迎我们的Roger老师 好 本周课题为天堂地狱挑战赛 同学将分别演唱天堂与地狱歌曲 刘基区仅有一个座位 两文积分最低者 以地步方式坐入刘基区 将有一位同学提早下课 因为这个目前气氛很轻松 但是大家还是要把握每一首歌的机会 稍有闪失啊 可能今天提早下课的就是你 因为真的我们这样看过去 这六位谁可以被淘汰呢 谁可以提早下课呢 没有耶 你不觉得没有吗 唯一有的是什么你知道 就是自己害自己 你们的实力是除了自己害自己 没有人能害到你啦 马上第一位 来吴思耀请出列 小姐好 好 第一轮的天堂歌曲 吴思耀你选唱的是 小林老师的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小林老师又不在现场 所以你没压力了 因为我更希望的小林老师在 我也想在他面前唱 那没关系好好唱 因为小胖一定会 他自认为可以代替小林老师 来检查你这首歌啦 好不好 这首歌也是经典传世的歌曲 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欢迎吴思耀的演唱 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样子 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样子 不要轻易 不要轻易诚实任何改变 改变你现在所有的一切 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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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轻易诚实任何改变 改变你现在所有的一切 因为我能再多爱你一些 不要怀疑自己 属于你的一切都是美丽 我相信只有真心能永远 不要轻易诚实任何改变 有时不说一句 我就是喜欢你这样的样子 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不要随便改变你现在的样子 好 吴思瑶的这个第首天堂歌曲 我们先看看那六对情侣 如果说你觉得有带你到天堂 来请举牌 有七张牌也不错了 小胖老师觉得如何 头先很不错 四瑶的一开始的那个 歌唱的那个声音的感觉 其实有别于你以往 我觉得你有一点点可爱 就是那个声音 有点贴近小林的唱法 到了后面会有觉得有点在装可爱 因为到了副歌的时候 你像有一切 还有永远不变 你这些语气 其实是高音 是跟你原本可爱的唱法 是完全两回事 那可见你前面是在压低 你的嗓子在唱 是 那个气氛有做出来 那个表情有做出来 可是声音的落差是很明显的 感觉像是两个人 其实小胖刚才讲说 感觉是主跟副歌 好像两个人在唱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说 其实你一开始的那个气氛 其实可以延续的 你到副歌 你不用那么要强烈 用力来表现出你那个对比 我觉得应该里面有一些 要有一种无知的感觉 一种无知的期待 因为人会喜欢你这样 这个样子 就是你所有缺点 看不到一定是昏的嘛 对啊 对不对 就是你要把那个矛盾感 要表现出来 很细很细 马上来看看 吴思耀第一轮的成绩 我们看拼神的给分 吴思耀的天堂歌曲 得到的分数是 多少 74分 好 张宇老师没给太高分的原因是 我觉得现在已经都是前六强了 所以每个人在唱功上面都不是问题 重点是在你们怎么诠释这种歌曲 你感觉起来在副歌 好像有加一点不一样的程式进来 但是你会发现他最重要的那一句 就是 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如果你有机会看播出的话 其实你每一次唱这一句的时候 你的表情都是一样的 就像刚才阿德老师说了 喜欢一个人的样子 他可能他很头昏了 但是他可能有时候是 我真的就是很喜欢你 另外一个就是 我不管你做什么事情 我都喜欢你 那那个情绪的层次是不一样的 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我就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没关系 反正现在因为你们都要朝职业歌手迈进了 所以其实老师听的是 以真的专业歌手发片录音式的标准在看待 你们先休息一下 谢谢优秀 好 接下来魏如云请出列 大家好 魏如云的天堂歌曲是 陈启臣的吉他手 你觉得这首歌天堂的原因在于 就是因为他告白的很直接 他副歌就是我爱你这样子 然后我就想到我会选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 我在玩音乐的过程 然后以前都会喜欢乐团的吉他手 因为总是吉他手长得最好看 不一定哦 小胖老师是吉他手嘛 对不对 是不是 你是一个乐团的 我是吉他手后面就接了一些笑声 对 你们不要乱接笑声好不好 要接一些哭声 对不对 吉他手是真的是蛮炫的一个player的位置 没有 我知道的女孩子喜欢乐团 大部分都喜欢鼓手 真的吗 鼓手都看不到耶 鼓手都看不到 也对 小胖只是开计程车在运转手 好了 每个人有各自的喜好 希望你把天堂的感觉表现出来 掌声欢迎魏如云的演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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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该穿什么才好 机会难得别迟到 我还没有心理准备 所以有轻松跳舞 今天你跟说什么才好 机会难得别胆小 我还没有心理准备 让自己不懂反响 为了他我用力尖叫 为了他我用力跳 我在乎他们和我一样 看脸里的微笑 为了他我往前重拔 太多的人我也不怕 我的爱的吉他 是今天和我实现 叫做短短一秒钟 就算是短短一秒钟 就像是握住他的手 就像是亲头对他说 因为那短短一秒钟 就像是短短一秒钟 就像是握住他的手 就像是亲头对他说 我爱你 我爱你 我用尽所有美好梦想 就算和别人相拥 你每一个小工作 为了他我用力尖叫 为了他我用力尖叫 不算和他们和我一样 谈恋你的微笑 为了他我往前重拔 太多的人我也不怕 我最爱的吉他 像今天和我实现 叫做短短一秒钟 就算是短短一秒钟 就像是握住他的手 就像是亲头对他说 因为那短短一秒钟 就算是短短一秒钟 就像是握住他的手 就像是亲头对他说 我爱你 我爱你 我用尽所有美好梦想 想和别人相拥 就像是本张一秒钟 就像是亲头对你 好 未入營就有天堂歌曲 我们看看这12位情侣请举牌 请举高一点 因为有的是举在下面 好 有9张牌 不错不错 请问一下书俊老师觉得他表现如何 第一个 我要跟你讲 我有一位亲哥哥 他是爱尔兰乐团的一个主唱 他叫YouTube的主唱叫Bono 他是我亲哥哥 他跟我有一件很像的地方 我们都是吉他弹得怎么样不知道 但我们常常都会背吉他 然后耍出很帅的姿势 所以你这首歌我觉得你好可惜 对 你明明唱个吉他手 其实你不见得要弹 但是你今天的舞台就缺那把吉他 而且我也没发现 你有什么别的表演方法 所以太可惜太可惜了 你抱着一把吉他 然后做一些漂亮的姿势 或者动作几个就可以了 绝对让你这首歌加分 会加很多很多 所以我觉得这是给你一个建议 第二个 像这一类的歌曲 我们称之为 极简自然风 我要举个例子 可能Roger老师更适合 但是不好意思 我先讲我就讲了 就说淡妆其实是最困难的 淡妆画的要让人家觉得我没化妆 其实有画 这种歌就是这样 听起来像没技巧 可是处处是技巧 因为它不像一般的歌曲 就很明显 它耍一些技巧给你听 它就是一气呵成 每一个音都短短的直直的 但是它串起来 无聊跟极简就差这么一点点 所以你这种歌要非常非常小心 虽然你有个倾向 喜欢这种歌 但是这有时会让你 不小心就唱不好 那还好今天你 他那个不小心 只差一点点 好 谢谢 他也变成时尚专家 我们先来看看分数好了 我们看看评审的给分 为如云的演唱 第一轮天堂歌曲得到的分数是 书震老师的差一点点 似乎语带玄机 如云能拿下高分吗 议会的荒唐表现 让老师当场发怒 初语的情形 只能用荒唐来形容 我觉得你连歌词 都没有办法记起来 真的有点不尊重我们 那我们干嘛要看这个歌词呢 到底议会出了什么差错 竟然老师如此动怒呢 如云将他对吉他手的爱恋 化作音符 这能为他创造佳揭吗 为如云的演唱 第一轮天堂歌曲得到的分数是 77分 Roger老师赞成了 陈其珍的歌大部分属于量身定做的歌曲 那我觉得虽然你很喜欢他 你也想跟他走同样的方向 你就要开始去更清楚的知道 知道自己的优缺点在哪里 然后帮自己量身定做 一些适合自己的东西 你才能够就像刚刚舒准老师讲的 化淡妆每一个人的皮肤的状况也不一样 不一定这个人化淡妆好看 就全盘的可以适合你 那中间一定有些许的微调 调整 那如果你能够找到帮自己量身定做的方法 去诠释一个歌曲的时候 不管是穿衣服 不管是化妆 或者是唱歌 都会达到一个更美好的境界 我觉得你可以再去把这个消化一下 谢谢 谢谢博瑜 唯一的这位男生 Man哥请出列 大家好 你好 Man哥你的天堂歌曲选的是 我选一首歌是 海洋 前建年当初就是用这首歌打败了歌神 对不对 海洋 让人有真的 好像要唱到 让人家看到大海的感觉 你喜欢去海边吗 我喜欢 然后也喜欢就是很自然的感觉 对 那要不要不要穿衣服唱会更有到海边的感觉 好不好 好 想象象自己的 想象一下 把大家带到海边去 掌声欢迎Man哥的海洋 谢谢 欢迎订阅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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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海洋 走到两栋子走到两栋海岸 长扬在海边享受大自然的情形 望去树有地帆有心情放得好轻松 哦 鱼儿在天上飘鱼儿在空中 飞鱼儿在水里 哦 以为在地海 蓝天 拥有自在的我 好满足此刻的拥有 啊 哦 哦 海安 啊 哦 哦 海安 海安 云儿在天上 飘鸟儿在空中 飞鱼儿在水里 以为在比海蓝天 拥有自在的我 好满足此刻的拥有 啊 嗯 哦 海洋 啊 嗯 哦 海洋 哦 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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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 哦 海洋 啊 嗯 哦 海洋 海洋 好 main 歌的海洋 有没有让你有海洋般的感受呢 阿德老师 有一点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 你在唱这些歌 我现在有点搞不清楚 就是说你的咬字 到底是优点还是缺点 你那个咬字会让我反而 会断掉我听歌的感觉 忘记树有的翻用心情放得好轻松 那第二个部分是说 其实我觉得这个歌你唱的没有层次 就是每一个部分都要强调你的嗓音的话 我觉得你的声音 你的特色就是不能常用 你一旦常用哦 你那个所有的歌就变平掉 而且会越听越没有自信 其实我想每个人会有自己习惯的 发音的方式 他的tone 那我觉得其实站在舞台上面去 你们现在要觉得就是一种 一种舞台的表演方式 你怎么样让人家觉得看到你 真的就觉得那个是在海洋 而不是在摄影棚录影的那种感觉 所以说我觉得你们在唱歌的时候 都是声音有进去 但是人没有进去 那感觉起来那个距离感就会多一点 包括刚才魏伦也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那我觉得在这个方面 是需要一些经验上面的磨练的 我们来看看Main歌第一轮的成绩 张兴杰的演唱在第一轮天堂歌曲 得到的分数是 80分 哦 不低的分数啦 小胖老师 也是原住民的你 要给他一些建议嘛 你刚开始唱的时候 我还有几句想到 我就突然想到 我跟动力火车的合作 你们都有一种语调 还是蛮接近的 那是你的优点 也是你的缺点 因为它的确会有一些语调上面的限制 语气上面的框架 那个部分一定要 包括你的咬字 心结 那个中 中间的中快变成重子的重了 那个字其实是应该要很简单的发出来 张宇这边有画了五六个 这都是有咬字的问题 而且这应该不是新问题 心结 有在练咬字吗 会强字 可是唱的时候就会觉得 为什么啊 强制 强制是什么 强制 强制自己去练 然后唱就会 强制 然后有时候看电视 就会觉得 看电视 觉得怎样 没事 没事 还是 自己又跳进了圈套 哇 刚刚这几句你回去练一下 强制 强制 就强迫自己去练习 有时候看电视 电视来一下 电视 又好一点哦 对不对 没事 没事 比刚刚都好太多了 慢慢练好不好 来 谢谢梅哥 休息一下 谢谢 所以这个八十分你自己来讲 满意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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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议会 老干妈请出列 你好 你好 议会现在越来越习惯性感的打扮了 好像大家都蛮喜欢的 那我就尝试一下 对不错不错 不一样的味道 所以私底下也会这样穿吗 不会 私底下穿的是 绝对不会 私底下就像超影影上一场的那个 瘦身那种穿大外套啊 大长裤是不是 这么好身材不要埋没了 要自信一点 今天带来什么样的天堂歌曲 王力宏的第一个清晨 你觉得这首歌传递给你的 是什么样的感觉 应该是我理解的是情侣之间 就是确定关系以后 刚开始在一起最甜蜜 最幸福 最温暖 最窝心的时候 多久没有这样的感觉了 这从我变成男人以后 好了 他要来传达这种幸福感 第一个清晨 我们来听听议会的演唱 我的天堂 歌曲名字叫做 第一个清晨 其实如果大家仔细去看那个歌词 你会发现 它是一首特别特别幸福的歌曲 那我第一次听到的那种 我就觉得如果有人 他就是我唱这样一首歌 就要 相信很简单 我去奏 光头进来 把梦伤带 舍不得你会醒过来 不要现在 昨夜走在快 说不上来 隐隐藏在胸口一块 证明的念 证明此刻真的存在 是你让我相信爱 给我感慨 是爱我们是主定 不是意外 这是爱我们的爱 还不确定缺和 是在把你贴在胸态 紧紧的代替表白 才不愿放开 这是爱给你的爱 还没明白停不下来 不能留记期待 却越终想到未来 是你我才明白 这就是爱 是你让我相信爱 给我看看 是你让我感动 不是意外 这是爱我们的爱 还不确定缺和 失败 把你贴在胸态 紧紧的再提表白 再不愿放开 再不愿放开 这是爱 我们的爱 没有名字 没有名字停不下来 没有名字停不下来 再忐忑地期待 却越终想到未来 是你我才明白 这就是爱 谢谢 好 议会的演唱 有没有让大家有幸福感呢 请问一下 舒俊老师觉得如何 你的特色就是给人家幸福感 但是你比其他任何人 都要更小心选你的歌 是因为你有很明显的 我们讲那个房地产 有那什么黄金地段 你的音色 就是你的key的range 有一个很明显的黄金地段 虽然你的低音很漂亮 但是你也不能太低 你太低的音就是变成没有音 你没有办法压得很下去 那高音当然也是一样 就是有一个临界点 就是那个中间 你要好好把握 这个歌有几个地方 其实超出你的驾驭 所以你让我觉得 有时候很幸福 有时候很不幸 有时候又很幸福 有时候又很不幸 那就是歌曲去让你 曝露了某些你的临界点 我就超出去了 那今天还有一个问题是 歌不够熟 所以在歌词方面 因为歌词的问题 让你很多音就唱得 没有办法掌握那么精准 这是你要特别注意的 好 马上来看议会 第一轮的分数 评审的给分 议会的演唱天堂歌曲 74分 哦 小彭老师 为什么只给了12分 那个歌词错误的情形 只能用荒唐来形容 议会 你没有一遍的副歌 是唱完整的 我上周才提醒你的 我觉得你连歌词 都没有办法记起来 是真的有点不尊重我们 那我们干嘛要看这个歌词呢 张宇老师 我倒觉得他今天的 忘词这个问题 也可以是一件事情 但是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 是在于说 现在我上一集说过 你的音色 其实已经很迷人了 你不需要加一些 有的没有的 一些坏习惯的东西进去 但是我觉得你的坏习惯很多 比如说不要现在 昨夜走得太快 那个你会既然走到鼻音去 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唱歌 就会变成这样 我们究竟不是 就是我不会学那种东西 就是你这种东西太多了 不要现在 昨夜走太快 这个是个坏习惯 我觉得你要相信 你自己的声音很好 你不需要做这些事情 好 了解 你已经有很多的黄金地段了 好不好 把那些东西拿掉 可能会是 让你更脱俗的唱法 好吗 第二轮加油 谢谢议会 谢谢 今天你受到评审老师的苛责 也是最苛刻的 这么多期来 最苛刻的一次了 摔紧 对 要个字干嘛 没这个 是啊 对啊 这种情况 其实特别特别不应该的 但是就是 情绪状态到了 但你的那个歌词没有跟上 是非常非常遗憾的一件事情 是不是因为 之前不够用功 没有好好去背 有 就是我特别喜欢串词 就可能我会觉得 这句放在那句 就会乱嘛 可能就没有旅顺吧 好吧 就是我不用功嘛 就找那么多理由干嘛 所以第一个要好好表现 好 我先去背歌词 接下来 虞超颖 请出列 小鱼 其实这个在过去拿手 或大家对你的认知上 觉得你在唱苦情或悲情的歌曲 那绝对是没有问题 天堂歌对你来说会是个障碍吗 对啊 其实选天堂歌 就是天堂和地狱这一个环节 真的选了好久 然后就是就一直都在想 我到底要唱什么样的天 可以让我想要表达 我心目中的天堂 然后刚好这一次 听到这首小手拉大手 其实是我第一次听 然后我就 因为我突然会觉得 我听到一首歌会那么开心 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很开心 然后就跟着在那边 乐呵呵地在那里唱 所以就选了这首歌 好 其实真的我觉得 对小鱼来说 这种实力派唱将 什么味道的歌 如果都能表达 那你就无敌了 好不好 小手拉大手 好好拉一下掌声 鼓励小鱼来唱 对议会严重忘词的荒唐表现 小胖老师首次在镜头前大发雷霆 这也让上位登场的同学紧张不已 而小胖老师的怒火 会影响到余超颖的演出吗 我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 还记得那颗亮亮的深秋 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 有了远拥挤的正是时候 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灯后 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 有一次日记里 路火的诱惑 让你的微笑 那花花成风 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 我小小的关怀 叠叠不朽 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多 有一次回到那亮亮深秋 你是我的手 像温柔野兽 我们一直就这样向前走 我们下手拉大手 一起交流 今天别想太多 你是我的梦 像北方的风 吹着南风暖洋洋洋的海洋 我们下手拉大手 今天加油 舍不远挥挥挥手 给你我的手 像温柔野兽 我们一直就这样向前走 我们下手拉大手 一起交流 今天别想太多 啦啦啦啦 像北方的风 吹着南风暖洋洋洋洋的海洋 我们下手拉大手 今天加油 舍不得挥挥手 我们下手拉大手 今天为我加油 舍不得挥挥手 超音竟然也因为紧张而忘死 这会让他失去晋级五强的资格吗 狐林的墙壁出击 让老师赞叹连连 狐林来了 我觉得他的气球心很旺盛 而且狐林不止来了 他就一直来一直来 而且他不准备走 不要走开 曲名提醒你 下节更精彩 音乐会忘死而情绪大受影响的超音 两人会有相同的命运吗 虞超音的演唱 马上来看十二对情侣 如果你们觉得有到天堂的感觉 请举牌 二四六八 有八位 其他四位呢 尤其中间那两位一直待在地狱啊 因为他们名字就叫鬼树跟结衣 好 来在这边 是不是鬼树结衣 可不可以发表一下 为什么你们觉得没有到天堂的感觉 因为觉得有点闷的感觉 有点闷 那边冷气比较吹不到是不是 可能 好 这个 刚刚是不是有被小胖老师吓到小语 有呀 对呀 小胖你突然来个 那么情绪性的演出 让人以为你瞬间那一点 更年期就来了 小胖老师 没有 我其实 我其实真的有一点情绪啊 我觉得你们已经比到这里了 于小颖 在座的其他同学都是啊 你们已经是万中选一了 如果你们再不小心一点 再不仔细一些 你们怎么对得起那些留级离开的同学 因为他们也很想要来这边啊 那你们为什么不给他们这个机会呢 搞不好他们 刚刚那首歌就是唱得比他好呢 他有被歌词 他有记住 你刚刚也有忘词 小鱼 被你吓得你看 阿德老师觉得小鱼刚刚的演唱如何 从你一开始的那个笑容啊 就是从头将到尾啊 就觉得让我觉得说 其实你唱这个歌其实没有准备好 甚至不了解这个歌的轻松感 甜蜜感在哪里 我觉得唱这个歌就是你要很熟 你才不会就是感觉像追公车一样这样唱这个歌 马上来看看余超隐的分数 我们看看评审的给分 余超隐第一轮定演唱天堂歌曲得到的分数是 82分 哦 还不低的成绩哦 但是张老师就给他一些批评指教 其实像你这样子的声音哦 台北的收音机打开来 很多的音色都是这样子的 那你的特色在哪里 我没有抓到 我抓不到 所以我给了你一个勉强及格的分数 这样子 我希望你下一个 比如说等一下第一个歌曲的时候 可以进行展现一点 慢慢琢磨好不好 还有很多机会 先休息一下啊 谢谢小鱼 其实你很难过 因为其实老师给这么高的分发 会让我心里觉得很自责 很内疚 然后刚刚 刚刚小胖老师有讲话说 你怎么对得起你之前 就是走的那届同学 真的心里面觉得很难过 因为如果说我们到这个时候 突然之间大家都这样子的话 真的是 对之前的同学真的很不公平 真的不可以 一定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 那现在来把它弥补回来 接下来你唱个100分 然后让老师给你打个92分 这样扯评 好 加油啦 等着小鱼的自信劣赛吧 接下来胡林请出列 好 胡林向来不是一个令人担心的选手 因为都觉得你准备是这个充分万分的准备了 今天选的天堂歌曲是 今天这首歌 是我觉得 就是我理解的天堂 可能就是很多的朋友在一起 然后很快乐 然后在一起哄啪这样 所以这首歌叫做真心话大冒险 哇 这个如果能够跟评审老师玩真心话大冒险 一定很好玩 那待会如果说分数很高的话 你可以跟小胖老师玩一下真心话大冒险 那掌声欢迎胡林的演唱 每个人都在一起哄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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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的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也许太多快去了见面 别浪费世界 你没有言语很冷酌 别太多穿上你那美美的衣服 自信的感觉 Oh yeah 一切都准备好的时候 要对自己说 It's happy day night All right 我忘了世界忘了你只忘了回家 痛了快乐 我走开了一遍天气 空风完没地呢 心动转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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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饰了 我马上飘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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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落 我起了 看你只欢迎到海水石头在罢售 拜託拜託別等他擺了頭髮再後悔啊 心中的希望有下一天就是別人的音樂 永遠與無所謂 只要我能夠永遠在一起快樂這樣就完美 一切都準備好的時候要對自己說 It's time to be alright 我忘了時間 忘了皮疇 忘了回家 空的快樂 我做朋友的天氣 後悔還沒 只要轉轉轉轉轉轉 都現在慢慢跳跳跳跳 我只能不停地轉轉跳跳 後悔啊 這次完美的一載真太重了 憑什麼 Ой 我的天 whether 後悔 最後悔請 左右邊 哇 連訂閱都舉牌了 你看 好 在這邊馬上來問一下我們的舒俊老師 覺得這首歌曲他表演得如何 我之前有說過狐林來了 而且狐林不只來了 他就一直來一直來 而且他不準備走了 就是說我覺得他的企圖心很旺盛 在這幾次考驗裡面 我覺得很多的同學 感覺都已經有一點疲乏 好像被征戰多年之後 感到有一點疲乏的感覺 我覺得狐林的準備跟他的鬥志都很強 可以看得出當同學都在睡覺的時候 你應該都假裝睡覺 然後半夜爬起來偷練 你就是這種人 到了現場就跟同學說 我都沒有念耶 怎麼樣 我都沒念書 算了啦 我們就不要 這個不及格就有什麼了不起 回家就回家嘛 然後就考100分 就是這種很討厭的同學 不管演出的狀況如何 光是準備的這個功夫 真的就比其他同學多了一兩分了 對 所以其實我想問狐林 是就是因為就是從小比較好強嗎 還是你會覺得說要掌握每一次演出機會 其實都有 因為我比較我經常講說我是一個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 我很要面子就是我覺得一定要是很光鮮的一個狀態 感情上會不會 也會很要面子 面子會要啦 就是我會覺得說在外面一定要給男朋友面子這樣 因為他的面子就是我的面子 那這個是提得起放得下聲斷很柔軟非常好 先來看看狐林的分數 第一輪的天堂歌曲演唱 評審的給分 狐林得到的是 87分非常高的分數 好 平均都有18分 但張宇老師給了15分的原因是什麼 你的聲音有點問題 這個是尤其是唱這樣的歌曲的時候是更容易聽得出來的 所以你自己要好好的把握住 就是怎麼樣看可以把聲音再回復到比較有彈性 比較有水分那樣子的階段 其實從參加那方星光大會一開始這樣子就沒有好過到現在 所以我也很抱歉我就會多多的小心他這樣 不不不 多保養一下 多放鬆一下 台灣很好玩的嘛 對不對 可以去泡泡溫泉啊 到海邊 叫Man哥帶你們幾個女生去走走啊 去看一下海洋是什麼樣子 那個狀態可能又會回來了 先休息一下 謝謝 會坐入劉基君那唯一的位子嗎 還是會在第二輪後來居上呢 Ladies and gentlemen 第二輪的地獄歌曲即將展開 這個地獄呢 不見得是讓大家很難過的感覺 但是它可能呢 會是你人生不同的狀態 有可能是剛剛失戀 有可能是人生走了好大一段之後 默然回首 發現自己有很多的遺憾 首先第一位 吴思瑶請出列 吴思瑶 你第二輪的地獄歌選的是 聽說愛情回來過 這個是真的要 人生喔 你看差不多我們坐在那邊那五位 都有了解到這首歌的境界 大概是什麼樣的味道 你知道嗎 你有你有過這樣的故事嗎 類似這樣的 有類似但不太一樣 什麼樣的故事 就好像感情就是過去了 然後 可是那個人又會好像出現在你的世界裡 那怎麼辦 你對他會是什麼樣的感情 也不會有太多的波蘭那個起伏 但是還是會想到以前的事 這個經驗 張宇老師應該不多 因為他跟他的這個夫人 好恩愛 在一起 已經認識三十年了吧 你跟夫人 三十五 三十五 沒有啦 神經病啊 三十 三 三十 他們從高中就在一起 是不是 高中在一起 高中在一起到現在 所以你比較沒有這種糾葛嘛 什麼舊愛回來過 有 我現在也不敢承認 書俊老師 聽說愛情回來過 這種心酸 或有一點 你知道 其實聽說愛情常來做 是嗎 你是如此的 沒有 我都去找別人 然後人家都剛好不在家 對 或是人家剛好不方便 對 還是有舊愛回來找你 你也有不方便的時候 對 對 就常常不方便 嗯 常常很忙啦 那好 這個每一個人都有他的狀態 你把自己的狀態 表達出來就好了 好不好 掌聲歡迎吳思瑤 李康 在同學接連旺詞的市場表現後 思瑤深怕自己也陷入旺詞 思瑤深就此於五強絕緣 在朋友那兒聽說 知心的你曾回來過 想請他替我對你問候 只為了怕見了說不出口 我對遺忘的感觸 我對遺忘的感觸 還多不多 曾讓我心碎的你 我依然深愛著 在朋友那兒聽說 在朋友那兒聽說 知心的你曾照顧我 知心的你曾照顧我 幸福的你 我依然深深愛過 有一種相見不能見的傷口 有一種愛還埋葬在我心中 我只能把你 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 我只能把你把你放在我心中 對你的聲音 對你的聲音你的眼 你的手 我發誓說我沒有忘記過 而關於你 而關於你生的到現在的她 我終於說我有些難過 我也真心真意的愛過 有一種相見不能見的傷口 有一種愛還埋葬在我心中 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 這一種相見不能見的傷口 讓我對你的思念越冷越濃 我只能把你把你放在我心中 我只能把你把你放在我心中 謝謝 好 吳思瑤的第二輪演唱 我們來看看那十二位情侶 有贏得你們地獄感嗎 請舉牌 只有一個都沒有嗎 思瑤在第二輪的演唱 未能引起陪審團的共鳴 她還有翻身的機會嗎 為弦做麗拼高分 如映唱出最深感動 我選了一個的確很危險的歌 我常常說樂器越少 那主體會突出 空白了主體就會突出 你在做這個突出的動作 其實是蠻危險的 對世界的離別 只是心不易 因此才會相應 可是你克服了很多問題 也許因為聽你唱歌久了 我覺得你開始 除了你的基本技巧之外 你放了蠻多的感情 這是好事 你問我發生了什麼 無光的夜 不要走開 曲美提醒你 下節更精彩 拉方星光大會 思瑤未能獲得陪審團的肯定 而老師們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有一種相見不能見的傷痛 有一種愛還埋藏在我心中 我只能把你放在我的心中 無思瑤的第二輪演唱 我們來看看那十二位情侶 有贏得你們地獄感嗎 請舉牌 沒有 一個都沒有嗎 小胖老師你覺得 我個人覺得思瑤這個歌唱得還不錯 有一些不同的表情 跟你之前的幾個唱法 很可惜那個煞車的地方 如果你能夠做一點點的脫拍 那個情緒會又再重新的重疊一次 會更精彩 我也真心真意的愛過 有一種相見不能見的傷痛 好 阿德老師覺得 可能上一首歌的給你的那個狀況的壓力呢 我覺得我其實我很期待你這個歌把它唱得很好 然後其實你有幾個地方處理得不錯 就是尾巴的地方 就是讓我感覺到 你這個人的情緒會越來越來越 因為你以前唱歌可能都比較工整 可是我覺得這個進來 雖然還不夠很熟熟練 可是我覺得已經不錯的 謝謝老師 好馬上來看看無思耀第二輪的分數 我們看評審的給分 六十七十八十一分 不錯的分數啦 Roger老師 可不可以聊一聊 這首歌當初為什麼再度翻紅的原因 是楊宗偉選了這首歌 對 其實這個歌原唱應該是林一蓮 對不對 然後後來Jolin也有翻唱過 但他在網路上面大概被大家開始討論 其實是因為一個男生叫做楊宗偉 他在星光大道比賽的時候 他翻唱了這個歌 你知道當你去翻唱一個 已經不停的有人在翻唱 不管是已經成名的藝人也好 可見這個歌一定有它的經典之處 可是我覺得斯堯 你對我來說 我覺得你唱歌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你為唱歌 就先幫自己設了一個狂架 就是說你已經佈局 你把整個歌都佈局播好 那他就會少一點感動 他真的穿過水無痕 唱完可能聽完就忘了 他會有一點像一個情境音樂 就是他也可以蹭地 他也可以在吃飯的時候 大家聽或者什麼 就是你不會因為這個歌而停下來 我覺得真正要唱這種經典歌曲的時候 因為大家都耳熟能詳了 你能不能夠大家在做事情的時候 你唱到大家分析 哇 這是什麼 停下來 為你的歌聲而停下來 我覺得你要去好好的想一想 感動這件事情 它到底是什麼 感動絕對不會是設計出來的 謝謝老師 有時候也不是說沒有這樣的人生體驗 也不是說沒有這樣的悟性 但是有時候你知道我們感受到了 我們知道要表達 可是出去的那個方式 就是要多加訓練了 好不好 才能精準 我們待會兒分數最低的同學會待在留級區 但是因為你是第一位 所以先在這邊坐一坐 待會兒就有人把你擠走了 好不好 先休息一下 謝謝 對啊 第一輪坐在這裡的人是我 因為今天我們這個留級區只有一個位置 我們兩輪下來分數最低的會在這個位置 那麼現在第一個先感覺一下 好不好坐 第一次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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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不幸的救回去 因為這確實很質量難選 所以你也會需要同樣做 對 又不想自己一直坐在這裡 看看 挺看的 按照地補規則 斯瑤必須正實進入留級區 看著其他人演出 斯瑤的心中似乎充滿了矛盾 在統計成績之後 第一輪的低分讓斯瑤的處境陷入了危機 接下來魏如雲請出列 大家好 魏如雲你選的地獄歌曲是 楊乃文的我離開我自己 你覺得這首歌已經就是難過的最高級了 對 因為它的曲子或是詞都還蠻平靜的感覺 就是穩穩的 可是我覺得其實它裡面的情緒是 還蠻難詮釋 因為它 它的名字就開宗明義講說我離開我自己 就是我連我自己都不要我自己的那種感覺 非常地獄的灰色感 馬上就來聽魏如雲的演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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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 藝人 因为明天还剩一寸记忆 泪水然后眼睛 所有的过往还灿烂无比 却不可及 对世界的离别深信不疑 因此才会想你 每当看见年华流失散尽 就变灰烬 你问我发生了什么 无光的也不懂身色 心思脆过不能触摸 温柔无因果 用天真换一个眼的光影 我离开过自己 像绝鸟归去留下的痕迹 安安静静 一场风雨我爱过你 几度雨堤我爱自己 如何结束一生冷静 想绝鸟归去留下的痕迹 安安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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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书俊老师觉得如何 只有两个地方需要去想的就是 我相信这两个地方 连杨乃文在录音室 应该都要唱很久很久才唱得起来 就是那个温柔无因果 梦来了又去的 从这个米发跑到多的这个 这个音 这个爬那个音 这个突然爬上去又变假音的这个地方 这就是为什么这首歌 基本上是个自杀歌曲 在这个地方就必须要接受很残酷的考验 那你在这个地方做到我觉得80% 并没有完全到位 但今天可贵的是说 整首歌的整个的气氛 你用的气息跟唇齿音 还用的蛮好的 使得我一开头觉得 完了 然后直到你唱完了 我就说 不错 好 谢谢老师 哎呦 是不是所有的评审都降响 我们先来看看分数 到底是完了还是不错 魏如云的成绩在加总后 会低于吴思耀的155分 而度入留级区吗 56 86分 哇 那是 有没有 刚刚其实有点担心 要唱第二轮的时候 你的担心是为什么 我看 就是连议会都忘了 然后我实在是觉得 大家一定都非常紧张 而且现在是最后关头 真的 大家都蛮辛苦 而且袁维仁老师给了19分 小胖老师 我非常同意书俊老师的话 你选了一个的确很危险的歌 我常常说 乐器越少 主体会突出 空白了 主体就会突出 你在做这个突出的动作 其实是蛮危险的 可是你克服了很多问题 而且你用 你 我觉得 也许因为听你唱歌久了 我觉得你开始 除了你的基本技巧之外 你放了蛮多的感情 这是好事 谢谢老师 可是小胖老师歌纸有一点点错 没有关系吗 那不要硬歌纸啦 干嘛要唱呢 有时候是没有关系的 那个台湾第一美女 请注意你的行为 不好意思 Q姐 好好好 了解了解 好 那张老师也给了蛮高分 18 一直在看如荫 从以前比赛到现在 那 我反而觉得 其实你蛮会唱这样子的歌曲 我觉得你都诠释得很好 反而你自己爱唱的那种歌 你比较唱的 比较打不进心坎人里面 然后我觉得 而且你现在唱歌比以前又更进步 我觉得绕了一圈回来 可能也受过一些挫折 然后受过一些社会的洗礼之后 我觉得在诠释歌曲的过程里面 其实会更容易打动人心 所以很多的拿捏 很多细部拿捏 都要成熟才能成功 也恭喜你过了这一关 谢谢 再见 完全平均 這樣我們的肩膀更高 恭喜如雲成功進入總決賽 而在劉極區的四搖 又少了一些升級的機會 接下來有請我們的MAN哥 來 唯一的男生張欣傑 大家好 MAN哥 你的地獄歌曲選的是 出賣 這個實在是非常明白的一首地獄歌了 對不對 就是怎麼會這樣被出賣 看到枕頭上有別的女人的捲法 對不對 原來多年的感情比不上一時的高興 就是有時候會有長的 有時候會有短的 那這首出賣好好表達一下女人的心聲 男人有時候也會有這種痛 掌聲歡迎MAN哥 那麽多年 那麽多年在做成了 不出了自信 終於會換到一個 公平的回憶 我買了一個世界 全換來回憶 我買了一個世界 你的絕情出賣 你的絕情出賣 所有愛情 好夢一下子清醒 全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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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身直白說了愛情到夢裡下次清醒 眼睛像鬧鐘 暗一下就停 那麼多年的遺忘心 閉起了眼睛 卻看到這樣虛弱模糊的風景 小熊怎麼了呢 當下歌的時候就覺得好像沒有把我抓進去 對 只有到最後副歌的時候我覺得有感覺 可是前面已經被打掉了 讓我多年自作聰明 拼出了自信 終於會換到一個公平的回憶 清潔的失誤除了陪審團 是否也會影響老師對他的評分 後裏難過落淚 讓說句老師挺身而出 我覺得他的意思已經都做到了 像這樣子已經很有想法的一個同學 你們就不要再討論了 不要走開 取美提醒你 下節更精彩 我是魏如芸 我來自花蓮 我一直在追尋我的夢想 在音樂的世界裡 我就是Queen 我在拉方星光大會唱歌給你聽 哈囉大家好 我是Kiki胡林 我是一個完美主義者 我要用我的努力把一切都做到最好 我在拉方星光大會唱歌給你聽 演唱時的失誤會阻斷心結的升級機會嗎 你的多情出賣 你的多情出賣 我的愛情 賠了我的命 我賣了一個世界 千萬來會請我 詹敬老師 覺得Main哥這首歌的表現 這首歌其實只要有一個地方唱對 幾乎就對了 就是出賣那兩個字 因為這兩個字其實非常難唱 而且其實非常難好聽 我第一次聽這首歌的時候 我就想說這是誰寫的詞啊 怎麼有人把出賣當作副歌 就唱了出賣 出賣 應該是零戲是不是 對 後來發現是零戲 我就說其實也還不錯啦 難唱啦齁 出賣 很難唱很難唱 那個他有很高度的技巧 就是這個拋物線跟他嘴巴 就那個賣的 愛的這個開跟收 剛剛要在一個完美的平衡 這個才會好聽 你真的非常奇怪 你其他咬字亂七八糟 就是這兩個人 這個咬字還蠻好的 然後那個弧度跟開關之間 跟你這個彈跳起來 這個完美的曲線 使得這首歌的焦點已經完成了 既然焦點完成 其他都其實都只是一些枝節 所以這首歌我覺得你唱得很動人 很好 Main哥這一輪的分數 評審的給分 Main哥的演唱得到的分數是 尾數是83分 謝謝老師 有心痛感嗎小胖老師 我蠻想聽聽阿德老師怎麼說的 我覺得你會不會是聽歌唱歌的時候 沒有辦法想投入一些細節的畫面 像我們寫歌 我只會找一個點去寫 不會找一個面去寫 就讓自己能進入那個點 譬如說你就把它想一想說 這個場景在哪裡 在你最熟悉的環境裡面 這個環境是曾經你悲傷的那個點 你從那個地方去想 你進去的時候你情感一進來 你自然就會鬆就會軟就會清楚 而不會把重點放在副歌上面 對啊 請問你唱這首歌 你剛剛想的畫面是什麼 其實就會去想我當下啦 其實我唱這首歌曲 其實我很討厭你 其實女朋友騙我 其實我不會那麼 就是 沒關係喔 對 其實我反而是對 就是兄弟的 就是 那如果兄弟跟女朋友一起聯合起來騙你耶 這個怎麼辦 這個就大條了喔 對 真的 喔 所以其實他 因為他 每一個人放的感情的重量 是比重不一樣的 有可能他比較重兄弟或家庭 對不對 那感情部分是 就是沒有關係 也不是說沒有關係 就是 沒有那麼重 對 兄弟可能家人跟兄弟朋友 喔 所以如果說 回到家 回到你跟你女朋友住的房間 一打開 他跟別的男人躺在一起的時候 你是說 欸 不好意思喔 我待會再回來 是 還好 就都抓起來打吧 都抓起來打 可以這個 用阿德老師的方式 去想像一下 那時候的感覺 好不好 唱歌就會更不一樣了 已經不錯了 好 恭喜MEN哥 謝謝 還是會有壓力 我相信不只有一個 那其他的同學 我相信 搞不好 跟我一樣的壓力 都是放到現在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觀眾朋友 在看他們表演的時候 大家可以做做這種測試 他們在唱這種歌 我到底想什麼 但我覺得 剛才MEN哥想的是 大家一定想不到的部分 現在想的是 評審老師的評點 那還是恭喜啦 我們的第二位舞強產生 恭喜 在三位同學演唱結束後 思瑤依然落後 而接下來是在第一輪 同樣墊底的議會 她能力挽黃瀾嗎 接下來議會 老乾媽請出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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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好 議會要放手一搏了 好不好 第一輪可能這個分數 不是你該有的水準 這個第二輪地獄選的是 王培榮的只要你快樂 哇 這光是歌名就覺得 超級無怨無悔 然後沒關係 隨便人家怎麼蹂躏你都可以 蹂躏你的靈魂我的意思是 就是傷害我沒有關係 只要你快樂 哎呦 你也是这种女人吗 是 不是啊 是 是啊 哇 太好了 大家赶快来追她 这种女人自己都会把她苦 自己泪水往自己肚里吞 把这个感觉传达出来 只要你快乐 欢迎议会的演唱 就算是想通了来里哭来里哭 就是无法强撞望的笑容 想不透每一次为你哭 为你哭 就是不能掩饰想念的冲动 为什么 试着安静的 平静的 仔细的去感受 拙热的感觉 直到心中 多么的震撼 我也要勇敢触碰 嘿嘿嘿 只要你快乐 真的只要你快乐 再见也可以躲走 日子不留 我会信念接受 你擦身走过 我要你快乐 真的只要你快乐 再见也可以躲走 日子不留 我一遍一遍 我一遍一遍 重复我的心痛 也许某一天 know how to go how to go how to go 从此面对往事又无作与众 为什么 就算安静的 明镜的 仔细的去感受 昨天的感觉 昨天的感觉 值得心中 它不再震撼我 我能够勇敢 勇敢出面 Oh yeah 只要你快乐 真的只有你快乐 最近一刻一朵都一直不留 我一遍一遍 重复我的心痛 议会的演唱 张宇老师 还有很多坏习惯吗 因为这个歌序非常 它并不是像一般的流行歌曲 它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层次 或是很重要的一个语句在那里面 或是乐句在里面 所以变成它很容易交不住重点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变成你歌手的掌控度就要更好 如果说掌控度没有那么好的话 就会变成小孩子在开大车的那种感觉 那你觉得今天的 你现在的演出就有一点点那种感觉 就是我们很难进到那个歌里面 你想要表达的东西 会觉得好像这边好像少了一块肉 而那边pitch不准一点 变成挑毛病是变成我们现在在做的工作 而不是欣赏 Roger老师觉得 我不晓得 因为我听起来我倒是很喜欢 我不晓得该怎么去解释那个感觉 因为这个歌的原唱是汪佩蓉 歌也是他自己写的 所以他其实他很了解他自己的身线 他可以怎么去表达 可是呢 我讲一个很不礼貌的话 就是这个歌红人却没有红 那他一定有他的原因 那这一类的歌曲 其实在华语歌曲里面来讲 我觉得他是比较少见 他真的整个曲风的走向唱法 其实是非常西洋的一个唱法 可是我觉得你有这个底子 那只是可能火候还没有到 但是我个人觉得你的表现的技巧 什么这些东西是不太有问题的 你现在是技巧有一点凌驾在你的感情上面 可是这种有一点这种 他也不能算儿兵 也有一点瘦 也有一点这样子的东西的时候 那你要唱的的时候 其实他是那个 他那个那个律动 他那个音阶的律动 其实是跟着他的感情在走 能够唱到这样子的技巧 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好 马上就来看看议会第二轮的分数 评审的给分 议会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 几时呢 80分 好 议会成绩出炉 总分154分的他 并于吴思瑶的155分 成为目前为止的最低分 他得老师的给分也没有太高的原因是 我觉得这个歌就是 其实很多如果很喜欢唱西洋歌曲的人 可能会来选择这个歌来唱唱看 可是这样的歌 如果用你那种唱法 就会显得太幽 就是你的表情是听不到了 都在那个 因为转换很快 一直在那个律动里面 那这边律动里面 我就会期待说 你到底要把我转到哪个定点 可是从头到尾 找不到那个弱点 就变成说那个期待会落空 那我觉得唱这样的歌 其实就是有 其实就要一直堆积的 堆积到最后一个点一定要爆发 可是没有看到这个部分 然后我觉得你的咬字真的有问题 就是你这个咬字这样唱会 英文也听没有感情 而且听不清楚 中文也是 就是听不清楚又没有感情 这个要很特别小心 这个陶姐还是要告诉你一个残忍的消息 两人加起来你154分 第一吴思瑶一分 因为他155分 麻烦你要到六级去休息一下 谢谢议慧 其实说我自己个人的感觉 我觉得议慧这个80分是有一点低 可是有打分就会这样的结果 一分之长 所以他要跟胡思亚换座位 所以一分之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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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谢谢 我刚才开心还是很难过的 对 反正总是很尴尬的情绪 我刚才讲的 对啊 又不想在自己坐着 也不想自己的姐妹坐在这里 对啊就是 本来其实我就想 其实有点累 嗯 对啊 我就想说 对啊 就想不然就一直坐下去算 没有 没有 没有在幽阴上 我其实有点矛盾 就是 其实 我觉得如果这一轮我走 觉得 我可能真的 也不是说我不希望 留下 就是 就是很矛盾 那因为前面第一轮的评点的时候 我以为章语会说 你总有一些有的没的那些毛病 那你唱的时候会不会想到这些 其实这种毛病 也不是说突然之前生成 它是一个习惯性的 我也不可能说上一场 老师说这样说 下一场这个毛病就没有 当你真的实在在台上唱的时候 他就会用一种最自然的状态去唱歌了 但是 私底下会去想 我要怎么去改掉某一些毛病 对啊 但不会说马上就会见效啊 那现在你在这个境地是非常的危险 因为后面两位 都是挺稳定的选手 对对对 靠影 互联影 都是很厉害的 虽然能够离开刘吉区 但却看不出四瑶的喜悦 而平时看似坚强爽朗的议会 此刻也不禁为失常的表现而眼泪溃提 他会就此走上提早下课的命运吗 余超颖请出列 小余你今天选的这个地狱歌曲 你选的歌是 让每个人都心碎 哇 这首歌可能连小胖老师你也不敢唱哦 不太敢唱 这个是非常经典的一首好听的华语歌曲 这个1991年嘛 那个黄大伟 所以你选这首歌的原因是你也曾经这么的心碎过是吗 嗯 对 曾经有过那么心碎 所以说其实不只是这一首歌 就是每一次唱到一些让我很有感触的情歌 都会 都会有那种心碎的感觉 掌声鼓励小余的表演 谢谢 在彩排时仍努力背诵歌词的超颖 能唱出让人撕心裂肺的地狱杯歌吗 大家好我是余超颖 音乐是我的动力 它让我在舞台上越来越自信 我会一直勇敢的唱下去 我在拉方星光大会唱歌给你听 拉方星光大会 这是《路勿险海》 城市隐ken 誰都不能看见谁 除非仅仅理会 我让自己喝醉 没有你我就不能入睡 整夜又整夜的徘徊 我说过我绝对不会后悔 寂寞是被原谅的罪 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心碎 怎么去安慰 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流泪 你的泪淌上我的泪 那一次我承担伤悲 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心碎 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心碎 爱情怎么让每个人都流泪 你的泪淌上我的泪 从此就再给说不出 我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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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但是我觉得你在整个歌曲的情绪上面的处理 其实可能需要再更细腻一点 因为我觉得那个层次感是不够的 但是可以看得出来你是个很有power的一个选手 尤其在最后面最后面最重要的那个假音部分的上去 我觉得你最起码在那个部分都有八九十分的成绩 我觉得还不错 小鹏老师 的确比较没有那种阶梯的感觉 如果你能够主歌是一点情感的流露 到了副歌才是激情的表现的话 那个层次会非常的明显 可能会拿到相当高的分数 到底小鱼这次的地狱歌曲能拿到几分 我们看看评审的给分 小鱼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 各位说是86分 Roger老师给了20分的满分 Roger老师 如果张宇说了八九十分 在我的心目中大概就是一百分 因为他是一个非常 对唱歌非常严格要求的一位老师 那当然我是在看整个的感觉 我觉得你这个20分在我心目中 我觉得是值得的 因为我看到你用你的生命在唱歌 那你可能就是一个比较 内心封闭比较乖的一个女生 那所以有很多的情感的表达 你可能你没有办法那么的放 就是即便你的情绪到了 可是因为自己个性的关系 所以你在歌声的那个渲染力上面就不够 那要怎么改 真的就从内心的深处 要开始去改这些事情 那你的唱歌 因为你的技巧什么声音都不是问题了 那所有老师讲的差的那一点点的感动呢 其实是来自于你自己内心生出最大的声音 就是哪怕很细微的声音你都得把它唱出来 那我至少感受到你用尽人的权利 然后你把你的感情已经全部都唱在这个歌里面 那个是可以听得出来的 所以我愿意鼓励你 所以我给大家 对 谢谢老师 虽然Roger老师给了满分的评价 但超颖的泪水却不停地流下 这是为了什么呢 刚刚一回拿到的那个分数 对我来说已经是第一了 你是因为担心同学 对 因为其实 我刚刚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其实我脑子里面想的都是 他的 跟他在一起的一点一滴 所以其实也不是说 是完全是一首爱情的歌 其实 其实刚刚在唱的时候 我心里面其实已经被自己打乱了很多东西 嗯 好 其实在我这个主持人 都选秀的节目当中 我觉得最难克服的是 他们彼此间的感情 在互相拉扯的时候 然后影响到他们自己在台上的演出 所以其实这个 这个我觉得也是 人之常情啦 难免会受到一些影响跟摆盪 不过今天你也不用为议会哭 因为说不定明天他比你早出唱片 因为这个人生的这个路很难讲的 对不对 他也学到他该学的东西 我觉得有些评委老师呢 就是舍不得称赞人家 总是要找人家的毛病 哦 我觉得他真的已经唱得很好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好了 我在录另外一个节目的时候 就有一个男生在 rehearsal的时候就唱这首歌 唱到他唱到后面那个 What I say 就歪掉了 我就心里面在化妆心中 我想说 这歌是黄大伟的歌 你莫名其妙你敢随便乱唱 就让你死 就后来就看到黄大伟从那边走出来 就他 是黄大伟唱歪的啊 就他自己 我觉得像刚刚超影已经用他的方法 而这个方法已经也是我想过最好的方法了 就是不要跟他比拉长 而是拉到一半的时候 开始做一点变幻 转音 然后做点修饰 掉下来 我觉得他意思已经都做到了 像这样子已经很有想法的一个同学 你们就不要再挑剔他了 好吗 都已经哭成这样子 我们有一点私人的情绪在里面 等一下 你会发简讯给他 我知道 好 这个公司要分明 不过先过去 待会给书俊老师一个拥抱 好 不是 给义惠一个拥抱 好不好 来 谢谢小鱼的眼睛 谢谢 是的 说得好 加油 接下来 胡林请出列 胡林的地狱歌曲选的是 名字叫南道 南道 因为对我来说最痛苦最低欲的事情就是纠结 嗯 所以常常会对生活对感情都有很多的疑问 嗯 它就是很多的问号 对 对不对 南道这个点点点后面有很多的心情 我们来看看 胡林是如何表现 掌声欢迎她的演出 好 谢谢 谢谢 没有人曾为你擦干眼泪 当你失落后 有没有人将你拥入怀中 当你真的没有感觉到 你对我来说 是多么的重要 难道你真的没有感觉到 我的爱都需要跟说什么 天荒地老 难道你真的没有感觉到 你对我来说 是多么的重要 难道你真的没有感觉到 我的爱都需要在说什么 天荒地老 好 第三次 就是难道这个音 尤其是它停下来之后 难道就更唱得不好 难道你真的没有感觉到 难道你真的没有感觉到 主歌我是觉得唱的还是太用力 所以就会变得有点有 我觉得整个歌其实选歌选的对 其实就会帮你加了不少分 然后我其实我还有给你一个建议 就是说因为你上一首歌跟这首歌 歌型差别很大对不对 我说如果还要再穿这套衣服的时候 唱这首歌可以把项链拿掉 好 这真的很细节 张宇老师觉得 那个难道是因为转屁吗 对不对 就没有抓到那个音 然后其他的部分倒是四平八文 平平安安过关这样子 好马上就来看看狐林的分数 我们看提审的给分 总是把握每次在舞台上表演机会的狐林 竟然接连被指出歌曲中的重大失误 她的成绩会如何呢 而议会还有机会重返舞台吗 不要走开 许美提醒你 下节更精彩 拉方星光大会 目前全部同学都已演唱完毕 舞林章老师指出诠释方法及英准的问题 她会因此进入留级区吗 我感觉到我 你真的没有感觉到 我的爱也需要再说什么 天荒地云 我们看平衡的给分 舞林在第二轮的演唱得到的分数是 84分 还是很高分啊 哇 拉九老师给他19分的高分 我觉得也是唱得很好 这表演非常的完整 舞林你是一个表演型的选手 就是你这位同学呢 就是表演全部都是非常的认真 然后非常的用心 那为什么会跟于超音有一分的差 对我来讲 当然像刚刚许长较讲的 你那个难道 在转key的时候有一点点 那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 就好像在临门一脚 那个音乐断掉 大家在等你那个情绪堆砌的时候 那那个的失误 就是会有一点点 影响到整个歌的架构 那这个在你身上发生 其实还蛮令人意外的 有一点 在狐林分数揭晓的同时 也代表着最低分的议会 必须提早下课 就此离开新光大会舞台的他 在这场关键战役后 确定无人进入总决赛 来来来来 今天议会往前站一步啊 好 今天因为我们的这个规则 就是说提早下课的 就是两轮的 加起来的总分比较低的那一位 这个议会有没有什么话 特地的想要 这个包括自己的心得 参加这个拉方新光大会 就是做了很多 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比如穿什么低胸啊 穿成粉嫩啊 各种网袜 各种网袜 脱下来的时候 都还有那个印子在腿上 对不对 我瘦了啦 好好好 拍手太短了 就是我觉得做了很多大胆的尝试 其实像我这种很保守的人 不是那个保守 就是很保守 是保守 就是其实很不愿意去做一些大的改动和新的尝试 就会恐惧 但是我觉得参加拉方新光大会 然后敢这样 也是性格的一个改变 而且我觉得参加这个我特别开心 特别开心 对 我就觉得跟大家这种不带性别的交流 特别特别的自在 是你忘了带吗 大家都有带 没有就是男生女生 大家不会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感情 对对对对对 就是特别特别自在 特别好 经常促气长谈 嗯 就像大家睡在一起啊 就会就是很开心的聊天 我喝超瘾啊什么 对就特别特别的好 桃子姐姐很高兴认识你啊 听到你的声音真的是很舒服啊 我永远忘不了你带给我的感动 在这边来 小鱼是不是也代表同学说几句话 没有 没哭啊 就是其实我觉得对一会就没什么好说的 大家每一个跟他有过接触的人 都会对他印象很深刻 然后也会真心的发自内心的喜欢上他 因为他说话很直率 然后一点都不会藏着怎么样 所以说真的就是 嗯 其实真的后来想想真的没什么好哭的 所以真的真心的祝福他 然后就可以在离开 拉方星光大会的舞台上之后 会有更大的舞台 好 我们衷心的祝福你也请同学们 来来来 给一会一个拥抱好吗 来来来 阿们哥不要躲在后面 来来来 两位很man的人来一个拥抱 来来来 好 天使啊 为什么他是天使 就是有时候跟他聊天 你会有的话题 就跟他没有办法深入聊 天兵来的 是是是 好 所以其实我想这一次呢 议会的成绩也算不错 他是第六强 在这边我们还是掌声欢送 我们的第六强 谢谢议会 谢谢 谢谢议会这一路上 为我们带来许多动人的歌曲 为了参加星光大会 议会及众多唱将来到台湾 在入学资格考时 议会就用迷人的嗓音征服了全场 好 只好笑着说 男人全都不可靠 忍住眼泪 没有人知道 你怎么这么会唱啊 非常非常充满soul的 第一句开始 我就已经在听歌了 却怎么会 说什么 就这样也好 而不善舞蹈的议会 在竞歌热舞中 也大胆突破自我 带来动感失踪的歌舞表演 去求红线 不是为了真是好棒 好棒 不让眼泪流下来 爽朗幽默的议会 在台湾很快就和同学们打成一片 每个人都忘不了 他真诚率直的个性 除了祝福议会 继续在音乐路上绽放光芒之外 也祝福他 能找到懂得疼惜他 藏在大咧咧外表下 那颗柔情内心的好人生哦 别让人着急 过来做梦的年纪 曾经最讨心 所以最担心 曾经 星光大会最终五强 正要迎接最后的战役 拉方星光大会的五强 那已经是正式的产生了 所以我希望知道你们下一场 总决赛会拿出什么样的状态了 四要开始好 我可能会弥补一下以前的遗憾 就是说唱得更喜欢唱的英文歌 跟同学 其实说实话 我之前就已经有在准备 懂得越赛的歌了 但是并不是说 我就是一定有把握 自己能做懂得越赛 只是因为我觉得 未雨绸缪嘛 而且我觉得到了五强了 其实谁去英国 或者谁不去 谁是第几名 其实真的已经不重要 要把自己最好最好的 就拼了死 都要把最好的音变 然后最完美的音变 直接在舞台上 然后对了起之前离开的那些同学 然后好好的好好的表现 我们之下就是拼命 然后把 你觉得 就是我觉得 现在开始 我发现平等 都是开始出一细节 所以 加油 各位 谢谢 想要的东西 直接很大 来 把那种气势来告诉大家 一二三 加油 8月7日新光大会总决赛 总冠军即将赞生